我偷偷我是连那种拿刀切水果都不会的哦 我只专卖雅达汤了 我所有的饮料还有并行都是雅达汤 对啊 所以我们是来的一个骨拉凤 就是骨拉凤加上那个骨拉凤 雅达汤也叫骨拉凤 其独特的风味是很多萨绕月甜品小吃的灵魂 雅达汤是从雅达树的滋干处提取汁液 并将汁液进行处理后提炼而成 雅达树汁液除了可以提炼成雅达汤 也可以处理橙醋和米酒 很多外地朋友在品尝萨绕月的饮料甜品后 都会被雅达汤独特的风味所折服 其中以西马半岛最大不同的就是萨绕月的热扎糕 添加了雅达汤来提味 为什么要添加雅达汤 我们一起来访问有着20年营业历史的店家 一探究竟 我们之前是在威斯马斯伯格斯烙青桶 我们那边从2000年就开始了 然后到去年11月尾我们就到巴加玛德加这边 开始了粉堂 这个生意是我爸爸还有我鼓鼓他们做起来的 所以偷偷的时候我爸爸想了很久他想要接触这门生意 然后他自己也研究了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 然后才在2000年才开了这间店 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学咯 怎样调味啦怎样配啦 然后怎样煮阿达汤啦 虾糕啦 所以他们自己学起来 然后到现在我有接手 这是个生意他们也会教我咯 我们的水果肉扎啦 水果肉扎 那个肉扎糕里面有那个阿达汤 骨拉阿邦 还有就是我们的ABC 还有Cendo Coconut 我们里面都会有放骨拉阿邦 像之前MCO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遇到阿达汤断货 因为MCO的时候 我们的供应他的阿达汤 就没有人去顾 他就死到晚 死到晚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找到好的骨拉阿邦 因为有 甚至像有很多骨拉阿邦的供应 可是有一些人 他祖母啦阿邦啊 卖给我们的时候 他里面自己藏了很多白糖 不纯 所以我们要找很纯的那种水果 当然价钱也会比较贵 头头我是连那种 拿刀切水果都不会的 我爸爸就是 站在我旁边 他站一边我站一边 然后他一边切我一边切 他看着我咯 看着我切 切不好不是他就骂咯 这手指有八指是受伤的 然后我这样子 跟着我爸爸切水果有 有四年多五年啦 你才能够把那个水果切得好看 我们的水果 它是放出来给人家看 所以顾客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切什么 顾客就看到什么 我们切多好 切多美 顾客也看得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方件 这家座落在古今河滨公园处的饮料套位 凭借这一道Gula Apon Ice Cream Bova Tea爆红网络 从开始营业到晚上结束营业前 都一直有顾客在排队 一起来看看亚达糖冰淇淋的魅力 去年2019年6月 我就开始卖冰淇淋了 那时候想我是女的嘛 然后女儿就叫Ace Cream Girl 因为你要叫Ace Cream Lady 我们就很怪 所以就这样子用一个Ace Cream Girl 然后我的那个杯子那个logo 我的logo也是有一个小女孩 捧着那个冰淇淋 所以就这样命名一个Ace Cream Girl 刚开始是卖那个Gula Apon冰淇淋 然后到年底12月的时候才开始 研发那个Gula Apon奶茶 所以就配搭那个冰淇淋 做成Gula Apon奶茶冰淇淋 我只专卖亚达糖而已 我所有的饮料还有冰淇淋都是亚达糖 通常马来人会比较火 华人也是有啦都有啦 刚开始卖冰淇淋没有很出名 就是之后我研发这个奶茶冰淇淋 就可能估计只有我在做 然后开始就很像人家跟我上网络这样子 就越来越红了 其实还没有什么问题啦 只是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期间 就是生意当然会有比较差一些些 五种配料 一个是Oreal Conflat Nestum 还有那个花生 然后或者可以加珍珠都可以 就是可以搭配其他的配料 其实都有 很多人比较喜欢花生 还有那个珍珠 是因为花生比较香嘛 花生Oreal是比较会卖的 然后还有那个珍珠就比较多人喜欢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喝饮料嘛 他们就是喜欢吃珍珠 他们就叫那个Oreal Conflat 除非顾客他们不要那么甜 我们就没有再加那个酱 因为我的冰淇淋 已经里面是有亚打糖的 还有饮料里面也是有亚打糖的 所以如果顾客要求不要那么甜的话 我们就不会再放那个Gulat Pong了 最后这一家也是网络中爆红 无数次的亚打糖冰淇淋店家 有很多网友甚至半夜都要来排队购买 来听听亚打糖资深玩家 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亚打糖 我们的店已经开始 从以前那时候差不多有着 二十出年了 我爸爸一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Gulat Pong Ice Cream 只是一个普通的冰淇淋 分别有三种口味 就是巧克力 Bandan 我爸爸就开始设计这个Gulat Pong Ice Cream 从那个时候2006年 就开始卖到今天为止 这个idea 我们说这个idea是从2005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好有一个 Family Trip 去了马六甲 然后我们就试试看了 他们马六甲本地的美食 就是这个Ice Kacang 从那边我们吃了那个Ice Kacang 的时候呢 我爸爸就来了一个灵感 就想要试试看 不如我们试试看一种 比较特别跟人家不一样的 ABC加Gulat Pong 就是都是很普通的啦 对啊 所以我们是来的一个Gulat Pong Ice Cream 就是Ice Cream加上Gulat Pong 所以我们就试试看 到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 就试试看啊 就是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秘方来调 调的不准 调到它准的为止 到它准的为止 我们就做到 控制看那个Quality 它的Taste到今天为止啦 Bubber Tea也是算是 我们今年刚刚四季了 我们也因为跟着 跟上潮流啦 跟上潮流 就看到 现在很多那些年轻的 都是在吃这些奶茶 不如我们再试试看再改变 因为我们一路来都是在做年轻人的生意 从Ice Cream都是我们做年轻人的生意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变动 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在变动 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啦 我们就是从不会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挑那个味道 就是挑那个味道 挑到准为止 但当然我们都是 以到很多顾客的feedback 从不好 我们就尽量去做做的最好为止 到今天很多人都能够 介绍到我们的这个口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